本期话题 手银的危害 张志超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密尿外科主任医师 虽然我们手银本身并没有太大的损害 那么你让我们手银排出来的经验 那么的话呢 它实际上来说呢 就是我们的体验加精子 并且在精子我们每一次排 可能在精子在经验里面不到5% 变成这个精子它是有一定的生存度的 比如你这次排经验了 用24小时以内接着排 你就没有足够的经验了 实际上你排出来都是体验 体验我经常开玩笑说 你这种体验就跟吐沫一样 实际上对你并没有太大的损害 但是如果你频繁手银 刚才不是说 甚至器官充血会造成一些 比如说前列腺炎的症状 比如尿皮尿急啊 咬疼啊 会因胀痛 这些都及时休息就好了 那么我们现在来说 造成最大的损害 是来自于对手银的恐惧和内疚造成的 因为有些人觉得 哎呀 这可能不是一个正确的方式 他就比较内疚 另外来说恐惧总发生 总担心发生一些损害 造成时间常会造成 比如说植物神经功能紊乱 然后抑郁焦虑 会影响你的内分泌功能 甚至影响人的免疫力抵抗力 甚至严重影响你的工作和生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